现在哪位同学告诉我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一般过去是和现在完整是 一般过去是和现在完整是 表示这个事情都在过去做了 这事情都做了 然后我们说他们的区别在哪呢 区别就是我们的过去是 只强调过去发生了这件事 跟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比方说我现在就平白无故 突然告诉你一个 我昨天吃了一个面包 然后你会觉得干嘛 你告诉我这话干嘛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肯定会说的是 I ate a piece of bread 我昨天吃了一块面包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 如果一个人跟你说 I have eaten a piece of bread this morning 或者说我今天上午已经吃了一块面包了 他会告诉你什么概念呢 就是过去的事情对现在产生的影响 I'm not hungry 我不饿 所以那么若干天之后 我们也就是在明天下午看到的一个课文当中 它会有两个句子 同样一个当中它有两个 什么样的句子 一个叫the clock stopped 叫钟停了 一个叫the clock has stopped 一个叫那个钟什么停了 已经停了 一句话之前 他说the clock stopped 转眼之间又变成the clock has stopped 你猜它会是什么概念 事实上它的概念就是 the clock stopped 它当时向你陈述一个事实 这个钟会去停了 它没有其他的概念 但是后来他说the clock has stopped 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那等新年的终身状 结果等了半天没等着 然后他们说 哇你们看钟已经停了 事实上它的潜台词就是我们这一辈子都等不着撞中了 因为它已经停了 对现在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它不会撞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现在完全是强调 现在的影响 而过去是强调 过去发生 跟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好 那因此我们现在来说 昨天下了一场大雪 你怎么说 我就说昨天下了一场雪 我就会说it snowed 我就会说it snowed 如果我走在路上 然后走一步 走一步滑一脚 走一步滑一脚 这个时候我就会说 哎呦 昨天下雪了 这个时候的概念会是 it has snowed 强调你看 昨天下了雪 对现在的影响 我走一步就跌一次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完全是和一般过去的 ok so now let's look at lesson 7 一起来看第七课 ok now the first the plane was late and the detectives were waiting at the airport all morning now the here we have all morning what does all morning mean all morning all the morning 实际上就是我们 all the morning的省略 叫整个一早晨 对不对 好那接着我们说 the plane was late the plane was late 这个表达方式很简单 大家从来谁都不会去注意它 但是它却恰恰是一种 最实用的表达方式 plane was late 飞机晚了 实际上就是飞机晚什么 晚点了 从今以后 大家什么什么晚点的 一切都出来了 以前我只敢说 I was late 说我迟到了 而从今以后 我们会说我可以迟到 还有什么可以迟 the plane was late the bus was late the train was late 什么飞机晚点了 什么火车晚点了 什么什么东西晚点了 都可以用那次 be late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 大家要学会的是什么 大家要在英文当中 现在到二色之后 大家要学会的是一个 observe all study not only learn 我们现在在这个二色之后 我们大家不仅要求 学会learn english 还要学会一个study 你知道study跟learn 有什么区别吗 learn是学 而study 非但有学还有研究的概念 所以你一定要在英文当中 要想把英文 彻底底变成你的 你能够把英语 就是灵活切换的话 你一定要进入到里面去 如果你永远以第三者的身份 其旁观者的身份来看的话 你永远都进不进去 好 那么所以像这样的剧情 我就会记得 哦 那什么什么东西 the plane was late detectives 那为什么他不说the detectives 他为什么不说some detectives 他为什么说detectives 他在这里面 他没有强调一些警察 一些侦探 他也没有强调那些侦探 他只是强调侦探这种人 已经待在那 那这就是我们上堂课所说的什么 笼统概念 前面可以不用去上堂课这样的事 好 他说有警察这样的人 waiting at the airport all morning 什么当时正等在那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来看看 事实上这有点像一个讲故事的时候的 故事的什么背景吧 我们跟大家说过 故事的背景往往有什么时代 进行时代 故事的背景往往有进行时代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they were expecting a valuable puzzle of diamond from south or africa they were expecting they were expecting and they were waiting for they were expecting的区别就在于 waitful 那个人真的要在机场的等 但是expect可能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面 对不对 坐在机场的办公室里面 期待着 心理上的一种期待 他们正期待着什么呢 a valuable puzzle of 一个珍贵的puzzle 珍贵的包裹 什么的包裹 of diamond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这个表达方式当中 它这种借方式 我们以后常常可以借鉴 puzzle of diamond 你是分为一包裹的钻石 还是钻石包裹 事实上是我们往往 按照以前的依存的概念是 钻石的包裹 而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换为 他们正在期待的并不是包裹 期待的是钻石 多少钻石呢 一包裹的钻石 好 那么现在在这里面 我们所以这样的 我们就会说 一杯茶 我们以前就用这种概念 对不对 a cup of tea 强调什么 他们要 I'll drink a cup of tea 是我喝杯子 还是喝茶呀 我喝的不是茶吗 就是这种概念 对不对 好 他们正在期待着puzzle of diamonds from south africa 南非 从南非来的钻石 and a few hours earlier a few hours earlier now here and just before we say 一些 一段时间以前 我会说 a few hours before a few hours ago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a few hours earlier 对不对 所以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就会记得 以前你会说几个小时以前 你会用怎么用 a few hours ago 但是现在你不用a few hours ago 你用a few hours earlier 叫做也是翻为什么 几个小时以前 也翻为几个小时以前 那像这种表达方式 以后你再看到ear 你就明白 几个小时以前 直接这么翻就可以了 and someone had told the police that thieves would try to steal the diamonds 我们来看这句话当中 出现了几个 更过去是有关的 说 someone had told 什么叫head told 过去完整事 什么叫过去完整事 过去完整事 是在过去以前 发生的事情 那就证明了 这个告诉他们 这个事实 是在什么时候告诉的 在他们等在机场之前 就已经告诉他了 好 那过去的过去 叫head told 对不对 had told the police that thief thief他没有说try to 他说would try to 什么叫would try to would do would加动词原型 属于过去式的一种 它属于过去什么是 将来式 什么叫过去将来式 好 所谓的过去将来式呢 它的表达意义 我们大家主要是 这样的这个概念来理解 would do这个选择 一般都用在 渐进英语当中 一般都是说 我说一句什么话 然后你再帮我转述 这个转述的时候 用这种句型的 才会用would do 它的表达的含义叫 过去将来 很好理解 什么叫过去将来 站在过去 看未来 过去将来的概念就是 你说话的当时 是属于是 当时说的还是 过去说的 过去说的 但是过去说话的时候 这件事发生没有 没发生 你看 一件事情在说话的时候 没有发生 那么它就是什么发生的 未来发生的 你看 那它就叫 站在过去的一点 说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那么那个人打电话的时候 这些小偷偷没偷 还没偷呢 所以它是将来 所以将来要偷 但是问题是 那个小偷什么时候打电话 过去打电话 对不对 那所以就变成了 在过去说以后要偷 那就变成了 would do understand 什么叫过去将来 知道了吗 站在过去的一点 看未来发生的动作 好 toe的后面 加了某人吧 这就是我们刚才 在那个双链鞋的时候 也说了 toe the place 告诉那个警察 警察什么事情 that从具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 这个that从具 就叫典型的叫什么 叫我们的避孕从具 叫我们的避孕从具 而且起了一个什么作用 转述的作用 当初那个小偷 那个人打电话 给这个detectives的时候 肯定是说 有人要来偷包裹 肯定会说是 someone是will 还是would 当时这些人 肯定会说will 对不对 但是现在转述了之后 那就变成了 是will还是would would 所以这叫 天津英语 也是我们依侧的重点 大家还记得吗 好 the thieves would try to steal the diamonds 他说有小偷 将会来偷这个钻石 steal 后面叫something steal the diamonds 将会来偷钻石了 when the plane arrived some of detectives were waiting inside the main building while others were waiting on the airfield and here we have some others 看到这个固定 跟答配没有 昨天我们就说了 the other喜欢说 one the other 而other这个词 喜欢说 some other 什么什么 好 others 然后我们说 others 先你把这两个结构 换下来 some和others 表示一些人在做什么 另一些人在做什么 some和others 接着然后我们再来看 others 我们上当课也说了 others等于什么概念 等于other加一个名词的单数复数 复数 这个复数才会有资格加s 对不对 好 other加名词的复数形式 可以简称为others others 所以我也有other students 直接简称为others other books 也直接简称为others 好 那这是我们所说的others some others and 那么在这个里面当中 我们来看 一共有了两个连词 一共今天这句话几个动作 三个动作看到了吗 一个是 the plane arrived 飞机抵达了 第二个有 waiting inside the main building 等在这个里面 还有一个是waiting on the airfield 等在那个停机坪的地方 一共这三个动作 他用了几个连词连接呢 两个 一个是when 一个是while 一个是when 一个是while 好 那么我们说when也好 while也好 都范围什么时候 当什么时候 范围动作是同时发生的 对不对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区分一下 when和while的区别是什么 when和while这次 我们首先要给大家记住 一句话就是 如果你哪天发现当什么时候 然后天空又有while又有while的时候 你想都不用想 肯定喜欢while 因为我们的英文当中 能用while的地方 一定能够用while 但是能用while的地方 却不一定能够用while 什么原因呢 一起来看一下 while的后面的这个 while后面有点句子 叫做从句 对不对 while后面的从句 一定只能有一种概念 它的动作一定会延续 这个动作可以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时间的动作 断时间动作 我们称它为延续性动词 我们称它为断时间动作 或者叫延续性动词 都可以 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今天在书上面的第一个 它说的是while后面加了什么一个句子 看一下 while while 什么others are waiting 那么你要知道等这个词怎么样 等这个词 可不可以延续 我可以等上一辈子都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那么wait这个词属于延续性动词 那么while后面的这个句子的动词 一定要是一种断时间动词 所谓的断时间动词 就是我们所说的延续性动词 就是这个动作可以延续 而when这个词呢 后面可以加延续性动词 也可以加我们上诞课说 arrive这种词属于什么 叫什么动词 叫瞬间动词 还记得吗 或者有的上面称它为短暂性动词 但有的上面直接称它为瞬间动词 什么叫瞬间动词 就是这个动作在瞬间之内就完成了 什么叫到达 就是那个人一旦踏上这片土地 他就要到达了 好 那所以我们说when这个词 可以加延续性动作 也可以加瞬间动作 而我们的while只能加什么动作 延续性动作 那么也就意味着 要加这个瞬间动作 while可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所以那么今天我们就记好了 当他到达的时候 一辈子都只能说成 when he arrived 你永远都不会说成 while he arrived understand 明白了吗 arrive是短暂性动词 所以那么我们会说 当他死的时候 他留了很多的钱 当他死了的时候 这个死你现在告诉我 死是一个瞬间动词 还是延续性动词 好 英文当中 汉语当中不知道 大家怎么理解 但英文当中 他一定死就是 那口气咽下去就死掉了 好 那他就是个瞬间动词 所以我们说是 when he died 还是while he died when he died